红色地说到 这些东西我不知道 这个当然不可以让人知道 如果不是六亿雷 怎么可能将他们留在身边 那你又怎么知道 我的眼线多 这阵时 老曼和顾虹已经从房间里出来了 老曼说 哎呀 谁不知道我们的凤凰 是最捨得花钱买情报的 影子瞇了老曼一眼 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帮忙 哎呀呀 你不要冤枉我 我是上出来的 是顾虹叫我不要乱动 怕害了朱哥的命 哎呀 别吵了 他们现在就在外边守住 距离他们说的一刻钟时间 只剩两三分钟 我们是已经陷入困境 看来他们的援军一到 就会立即攻进来的了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一边的方笑剑就说 不如我们跳枪走先啦 我拧一拧头就说 他们退出去之后 肯定会守住所有出口的 虽然大家的身手都很厉害了 但是硬快 比子弹快快得比子弹呢 但是他就说 希望我们都可以能够有好运啦 我就皱眉头地问啦 什么好运呀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和陆云雷这么似呢 他们所说的好运 究竟是指些什么呢 那我就问啦 你说的好运是什么意思呀 他望望我 又望望其他人就说 现在不好说 到时你就知道的啦 那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不方便说啦 于是我也都不再问啦 影子就说 我们小心一点 做好防御啦 特别是要保护好东门教授的安全啦 然后 他就将大家分成了三组 他和老曼李兄一组 负责一线的防御 方小元 方小剑和邓坤 就是二线防御 而我们剩下的人 就由唐远仪负责 唐远仪有些不太贊同 和影子的安排 他说他才是冲锋陷阱的生力军 影子就跟他说 保护东门教授的安危 才是头等大使 唐远仪才没有再继续说些什么呢 欢迎收听 凌鹰鹰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李兄就说 都时间了 为什么还有一些动静都没有 方小元就说 可能不会来了 那个女人应该都是虚张声势的 影子看着我 他都觉得很疑惑 我领了领头就说 他之前说的一刻钟之后 会有人来接应他们 应该是指他们 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 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如果想要攻进来 应该都是半夜之后的事了 一边的唐远仪也都闹头说 我同意朱哥的说法 他们对东门教授是自在必得的 肯定不会就这样放弃的 东门青柳就有点担心了 爸爸不会落入他人的手中 但是唐远仪就很自信地安慰她 怎么会呢 有我们嘛 不是我吹水啊 上场我们手上抢人的可能性 亦都太小了 我就说了 都不可以这么说 畢竟我们双方都在暗厨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特殊身份 但是因为都是秘密行动 身份是不能够曝光的 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寻求外界的支援 只能够靠着自己 而对于我们的对手他们的情况 我们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他们却是知道我们的实力 如果他们一旦对我们发起进攻 那就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 他们的实力在我们之上 而且有了一定获胜的把握 邓昆也打不口来说 是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小心再小心 甚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建议我们如果实在招不住 那阮仪小姐就先带着东门教授走 无论如何 东门教授都不能留在他们手里 我想一想就说 不行了 继续等下去的话 他们的准备就会更加充分了 我们必须要趁着他们 还没有太多防备 现在就冲出去 唐阮仪就说 嗯 不过我建议分成两路 一路从正大门突围出去 另外一路从后章出去 影子就有点顾虑了 这样分散突围 我们的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而且东门教授放在哪一组 才能够保证他的安全 嗯 两边同时突围吧 火力侦察一下 看看哪边的防守药 教授就从哪边走 我想他们是不可能用重武器的 我们不愿意把事情搞大 他们同样都不敢 这样一来 我们反而占了点便宜啊 方小元就拆不口来说 我只是怕他们里面有高手而已 唐阮仪听她这么说 就有点不舍了 什么高手呢 我就不信了 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角色 我看看时间 现在还差五分钟就到八点了 我就说呢 刚才分的哥两组 谁走正门啊 影子就说 我们呢 然后她看一看方小元就说 我们出去三分钟之后 你们再动 注意安全啊 说完 他们就闪到了门边 然后影子伸出手指打手势 一 二 三 老曼迅速迫迫地伸 打开了门 他们三个人就 一声闪了出去 然后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 外边 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过了一阵间 影子回来说 朱哥 好奇怪啊 外边一个人都见不到 就连王氏兄弟和宋月亭都不见了 那老曼他们呢 他们在四周側偵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 听她这么说 我就拎拎头了 怎么会这样的呢 我真的搞不明白啊 照你来说 他们应该会设好个局 等我们捐进来才对啊 但是为什么 现在就走到干干净净的呢 我望了眼唐远仪 她就跌起一条嘴子说 啊 不是看我啊 我也不知道的 那我又跟影子说 你再出去看看 如果确定安全的话 那我们立刻转移 那影子转身就出去了 我又跟方小元说 你跟邓坤快点去看看 家屋四周围 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 小心一点啊 他拎头 就跟邓坤也出去了 唐远仪就问了 难道他们的人没来 所以王家兄弟就先逃走的 如果他们的人已经来了的话 那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们离开了呢 他望了一眼东门教授 就说 头鼠忌器 应该不是的 他们明明知道 我们怎么都不可能 被东门教授出事的了 所以教授应该不会成为他们的顾忌的 我想 他们应该是受到什么阻力 又或者是被逼的 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 影子他们回来了 他说 一直到了小区门口 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危险 唐远仪就问我怎么办 我就说 等小元他们回来 我们就撤离这里 那接着 方小元和邓坤都回来了 他们说 这家屋四周围 什么都没有 我都离不及进行什么判断 因为这个 的而且确是我们离开的好机会 唐远仪又问我们现在要去哪 但我都不知道 这么大班人 马黑流流要去哪 的确都是个问题 那他就说 我真的有个地方 那里是我一个秘密据点 就是在港口的南面 是个废气的厂房 我就叫他和大家 乱乱乱上车 在前面带路 而我和东门教授 两父女 影子和老曼 就上了 阿姓留下的那架花冠 我们两架车 洗出了小区 的确就没有遇到什么埋伏 从小区出来 只有一条路是去 完成公路的 大概有十几公里 当我们的车 从小区出来之后 没多久 我心里面 忽然间 盛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条唯一的公路 是一个设备伏的好地方 如果他们把我们 从小区里面放出来 是为了在这条路上阻击的话 那就比在小区里面 危险得多了 畢竟在那里 我们还有一间房子 做掩护 而且动静太大 也一定会对小区的住户造成影响 所以在那里 大家相对都会修炼一点 那我就乱乱临和影子说了 影子 叫前面车掉头 我们回去别墅 影子乱乱临打电话 给前面开车的李兄 但是发现手机没有了讯号 他就说 奇怪了 这里怎么会没有讯号的 我看不出手机 看了一下 果然没有讯号 我心想 这次糟了 我看看我们两架车之间的距离 只有三五十米 我就跟老曼说 老曼 超车超上去 一定要把他们摔下 不可以再向前走 老曼就一脚油门摔下去 车加速向前飙 影子就问 做什么 你不觉得这条路是设备的好地方吗 影子听我这么说才突然醒不过来 眼看着我们的车还有十多米就追上了 而这阵子 前边的车 竟然忽然间停下来 老曼就说 可能是看到我们在追他 所以就停下来等我们 这头说 我们的车也追到了前边 发现 原来前边的路 被两架大货车 打横地拦住了 我从车窗那里和李兄说 李兄 快点掉头 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在我们后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冲了一架超长的货车过来 就是这样 一头一尾 把我们拦了在中间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325集 之前说到 我们被几辆大货车 一前一后 折住了在公路上面 那很明显 我们是中了埋伏了 东门青楼就很紧张地在问 怎么办 现在应该怎么办 影子就说 不要动 不要下车 东门教授 叹了一口气就说 他们还来 他们还来 我脑现在飞速运转 我来的时候 曾经留意过 这条路的两侧 左边是很开阔的空地 而右边 最多百多米左右 就是大海 那我就跟影子说 一会儿有机会 你就跟老曼 带着东门教授两父女 向左边走 那你呢 我想办法帮你们创造机会 不行啊 一会儿你跟影子一起走 我留下来应付 这时候 那几辆大货车上面 跳了二十几个人下来 个个手上都拿着一支冲锋枪 然后慢慢地 向着我们这边围起来 影子见到 这个阵势就说 看来走掉的机会不大 我亦都瞎瞎瞎了 这样的情形 任何的反抗都是多余的 我望向左东门教授 他亦都看着我 说到说 放心啦 我这个老爷虽然一百年多 但是 都还是有点骨气的 那我就笑笑 然后望向那班 从车上走下来的人 只见 走在最前边的那个 居然是方朗 而他身边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方小悠 而另一个 就是呂宋 我们全部人 都被他们用枪捉住 落车 同时身上的武器 也都自然被他们搜走了 方朗朗 嘻嘻嘻嘻嘻看着我 嘻嘻嘻嘻 我们又见面了 方朗先生 怎么每次见到我 你都这么劳斯动众 一边的方小悠 看着我冷冰冰地说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你还能笑得出来 哈 为什么笑不出 我笑我自己 原本以为 这次只不过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行动 觉得对付你这些这样的智商 已经是绝绝有余了 只不过我真的想不到 连方朗先生这只老狐狸都亲自出马 看来这次是我兄弟了 方小悠听见我的说话之后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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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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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來,你一定要我跟你走啦 我是想請東門教授去我那裡做客 有些事想向教授請教一下 那他們呢? 放浪熟了一眼我們其他人 眼中露出了一絲空光,充滿了殺機 他沒有正面回答東門教授這個問題嗎? 東門教授如果是擔心令門的安全 那大可不必啊 我保證不會傷到令門一條頭髮的 東門教授領領頭就說了 我不是說他,還有其他的人 一邊的方小柳嗚了一聲就說 哼,他們誰都走不了 唐婉儀聽見她這樣說,就拆不口來說了 方小柳,你不是的表彰? 姑奶奶就算死了,也有本事拿來碰背 你信不信呢? 方小柳望望唐婉儀還想說些什麼呢? 但是就被方浪制止了 方浪說 不用跟她廢話 我看她沒有這樣的本事 唐婉儀聽了方浪的說話之後 忽然身形一閃,就直不甩地向著方小柳衝過去 但仍未埋到方小柳身 就被人一掌震到幾米之外 才剛落地,就被幾支槍捉住了頭 唐婉儀看著剛才出手的呂宋 不可自信地說到 你怎麼可能這麼快呢?你是誰? 呂宋面無表情地說 連我是誰都不知道,還敢這麼猖狂 李興就開口說 她是我以前的教官,鬼影手呂宋啊 唐婉儀咬咬唇唇就說 原來,你就是呂宋啊? 可惜啊,一代營業門高手 她甘心為策 呂宋不再理她 而方小柳就走到唐婉儀面前 然後一巴掌就掛下去 來啊,你不是為了拉我點背的嗎? 我看你巴被得去哪裡 接著她又連續刮了幾巴 刮到唐婉儀嘴角都滲出了血 我就說呢 方小柳,適可而止好啊 方小柳轉頭看著我一眼就說 你以為你是誰? 你下次最好不要留在我手上 不然的話,我一定會拿你的命 等你要下次再說吧 我現在心裡已經做了決定 這個女孩子不能夠留的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想辦法殺了她的 方郎底下手就說 給我把朱毅和東門先生帶走 其他人送他們上路 等一下 忽然間,東門教授大喊了一聲 他手上不知幾時多出了一個手榴彈 方郎都被他嚇了一跳 連王又擠出了一些笑容說 東門教授,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一邊的東門清樓也很震驚地說 爸爸,你想做什麼啊? 嘿嘿嘿 方郎,你敢不敢搏一拋? 看看這個手榴彈 可不可以讓我們兩個同歸於盡呢? 方郎被他說到連右眼角都戳了幾下 他就說 東門教授,你敢嗎? 嘿嘿,有什麼不敢啊? 他這頭說完 那隻拉著拉環的左手輕輕地動了一下 方郎連亡制止,說到 欸,好好好 我不敢 你有什麼條件,你有招直說吧 我可以跟你們走 但是,你一定要把其他人全部放了 當然還包括我的女兒呢 只要你放了他們 他們可以安全地離開 我就跟你們走 東門清樓說 我不要啊 爸爸,我不會離開你的 聽說吧 爸爸不會有事的 方郎想了一會兒之後就說 可以啊 其他人都可以放 不過 諸藝必須要留下 為什麼? 他們不留下的話 到時候你真的跟我們拼命 那我不就大麻煩了 東門教授看著我 我就笑著阿闆,說到說 好,我答應你 方郎這樣才開口說 两条路出来,帮他们走 影子就叫道 诸哥,你不能留下 我挖了他一眼 你想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吗 他还想说什么 但是我就说 将全部人都带走 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影子即时眼都湿了 老漫也是一样 他们看着我,想说什么 但是就没有说出口 唐苑仪挣扎着地站起身 拿着一口血出来 然后就跟我们说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东门教授就说 不要说了 你们快点走了 那么他们整班人 就依依不舍地捐了上车 然后前面那辆大货车 让了条路出来 然后他们那辆车就唬一声 开走了出去 在他们离开了之后 放浪笑着这么说 哈哈哈哈 东门教授 现在可以把你手上哪个东西放下没有 东门教授没有理到他 而是跟我说 你看着时间 十分钟之后再说呢 我掌握着 我掌握着 东门教授是想确定 影子他们是已经离远了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而放浪也都不急 掌握着一包烟出来 点酌一支 然后就说 好啊 就等你们十分钟吧 讲完 他也都扔了支烟给我 我接过支烟 绝了几口 放浪就说 主帝 真是想不到这次 你这么容易就中计啊 哈哈哈哈 看来你失忆之后 只力下降了不少啊 我一向都没说过 我自己有多聪明的啦 那当然啦 我原本以为对手是方小柔而已 想不到竟然是你啊 这次我真的轻敌了 活该我这次输啊 终于十分钟过去了 我向着东门教授咬咬头 他就将手上边那只手楼弹 扔了落地 然后大声地笑了起身 放浪面色一变就说 假的 哈哈哈哈 当然是假的啦 那一个教师佬 哪是来的真人啊 哎呀 真是想不到 一个假的收楼弹 居然就将你 咳成这样啊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